当然我也有一个不太好的感觉 因为对于我们校友会来说 我们在介绍来宾的时候 我建议无论是哪个校友会 今后一定要秉承着校友会本身的宗旨 一定要论耻不论绝 因为当谈到今天的来宾 第一个是颜孙华的时候 我当时后背就出了汗 我觉得这不是我们每一个科学家 所应该有的气质 更不是我们校友会上应该谈论的方式 当然我想今天是校友会的一个活动 所以对于现在在学校 还在服务中的我们这些同志的一份尊重 我们也能够理解 但是我想作为兰州大学校友会 今后永远不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聚会 我们首先应该介绍的是我们的老师 介绍的是我们默默无闻 但是依然在为学校工作的我们的同事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顶成科学的原则 科学的本真意义 使得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沿着科学的道路走下去 只有这样我们兰州大学才能够在过去先责们的激励下 在他们奠定的家业上我们才能够提升 甚至重塑我们自己和重塑我们兰州大学的未来 因为当我们在谈到我们化学的时候 刚才我在电梯上 我就问各位学兄 因为对于在座的各位来说 都是我在兰州大学 起码是我的学兄 也起码是我的学姐 因为我到现在为止 到兰州大学就职学习和工作 仅仅不到一年零四个月 所以在座的 我想除了极个别去年刚刚毕业的 我们的学弟学妹们以外 大多或者绝大多数是我的学兄 学姐是我的学长老师 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我想我们一起聚会 我们往往愿意谈自己最光鲜的地方 就像孔雀一样 他开屏看到的一定是他的正面 而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假如我们能够藏私我们的背面 可能我们就能够有更加进步的动力 而且有了我们内生发展的一种动力 准备了一个稿子 没有念 我想我给大家汇报一下 过去一年多学校做的事情 第一个 就是我们主动地融入了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 因为对南州大学来说 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